Wikidata 接下來的場次是Wikidata 注意資訊系統 資料代碼 這場的話是會繼續 就是Wikidata這邊的 不過就是 會比較添QA的這塊 然後就歡迎 看頭給你們講 大家好 這場會講Wikidata 跟政府公開資料的整合 經驗 這是簡報的網址 好 321 其實去年我有 分享 在講Wikidata的資料品 剛好社群有 需要 政府公開資料的整合 所以會進行 正式世界資料QA清理 整合的經驗分享 今天會講的內容 一開始會提到 資料然後社群的需求 接下來就是 打算要動手做的時候 就遇到資料面的問題 成一個網頁 這是內政部有一個 連結界面或 抑證資料代碼的內容 就是它會有 就是 不同時間點的新增 或者是刪除的 村裡的代碼資料 其實總共大概有7000多名左右 當然現在可能 0到8000左右 然後社群的需要 一開始 我的理解就是 把社群的公開資料 跟Wikidata 做一個Left Joint的資料列比計 當然它中間 就是會有一個 剛剛提到的 處理代碼的變動跟新增 就是 在Wikidata的條目上 可能整幣的時間沒有加上去 另外就是會有一些 新產生的處理代碼 在Wikidata上面有內皮條目 然後另外其實就是 有關資料變動 最後就是 OSM 條目資料的幾個 其實就是一種 許願詞的概念 然後我是被許願的 對象 然後 就相對應就是 有一些規劃精密的功能 然後這邊我就先跳過 那當然一開始 我就以為就是 幹嘛就是 假如說 像Excel的話 它工作表 就有兩個工作表 然後你就做一個 連在一起 就是一塊蛋糕 可以解決的事情 那可是 就是有一出現的時候 村就馬上遇到大摩 就是它其實就是 政府公開資料其實 它會有很多的 資料上的一個問題 像這邊也大家列一下 就是有答案格式 我們知檔案列碼 然後 然後 人位的格符號 等等的一些問題 像一開始就是 我就遇到 村里代碼的答案格式 它其實是不一樣的 像現在它可能 大家都已經 故意是用那個 TST的 存原字答案 但很早期的話 它可能會有 舊版握的 就是 DOC的 那個答案格式 那有一度 它是用 DOC的 就是比較 比較近代的 握個 答案格式 然後我覺得 處理的方式就是 就 就維持使用 TST 這樣的話 我在程式處理上 是會比較方便 然後早期會有些 一些比較 DOC的檔案 但因為它 檔案格數量比較少 所以用 LibreOffice 就是也靠 開放儀式碼的 相當於 就是 開放儀式碼版本的 Word Office 這樣子 把它P4轉換成 DocX 那 DocX 就用一個 Library 把它轉成 網頁 在取圖裡面的 除文字 第二個問題 就是 變成是 通常都是 TST檔案的時候 就有遇到 有些是 Big Five 那有些是 萬國嘛 那Big Five 其實是 歷史的年類 就是 早期 台灣一批廠商 就是在處理這個 中文字集 但它最大問題 就是會有個 缺次的問題 像 比方說一個 早期的政治人物 尤其坤 因為它就缺一次 就缺了一個 規制 所以iPhone就變成 遊戲 發方圖 然後淘櫃 就變成淘櫃 這樣子 就是 這樣缺一次問題 然後後來 就透過萬國買的 方式去記住 然後 所以 就是 用的是 再用自己的編碼 然後最後 再通通轉成 一個鐵化 然後 接下來 就是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文字檔案 然後分個符號 不一樣 我們直接看 後面一個例子 就是 像 比較早期 比方說091 就是民國91年的檔案 它是 前面數字是處理代碼 後面是 做明稱 它兩個是連在一起 然後 民國91年 這上面那個檔案 它是 一個 一個空白分開 這樣子 所以 其實 它就是 可能 那有些還是用 鬥號 所以它有鬥號空白 或是 沒有任何的間隔符號 然後我就觀察一下 只要 其實它們都關上規則 就是前面是數字 後面是中文 然後我只要 依照知識號規則 我就可以 比較管它 到底中間的 分割符號到底是什麼 這樣子 然後 後來就觀察到一些 代碼 對照的規則 就是 我們舉 後面那個例子好了 就是 現實名稱的規則 就是 比方說處理代碼 它總共有C碼 就是 660000 4個0 然後 1100001 實際光零 它8碼 前面就是 鄉山市區代碼 就可以是 台中市中市 那如果說 你把台中市中 就是前8碼 後山碼改成0 然後就變成台中市 就變成現實代碼 但是 另外一個就是 切施代碼 它其實 使用另外一套規則 就是 跟我從 這套觀察出來的規則 都不一樣 它可能是 1019是台灣省台中市 這樣 就是 就是 你比較 繼續看資料的規則之後 這樣的話 你再處理資料會比較容易一點 另外就是 剛剛我們有看到 那個空白字眼 就是 村裡代碼 跟那個村裡名稱的 的間隔 它其實它的空白是 跟你想像的不一樣 有些是 半型空白 有些是 全型空白 就是 U3000的 然後所以 簡單的 知覺推翻 就是 通通取代為半型空白 然後再做 後續的資料處理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識別碼資料的問題 像剛剛 Alan就提到 那個識別碼的重要碼 但是 在 政府公開資料的 識別碼 就是 有遇到這樣的問題 就是 剛才說 我在那個 因為它會有一個 新增的處理代碼 但它並不存在於 總表 所以 它 你就想像 我本來有一個 就是 總表 是 全部的村裡代碼 但是 並不是 我所以為的 那種狀況 另外 有一個 也是遇到 那個 村裡的名稱 代碼跟村裡的名稱 是不一致的 這樣的話 我就還要去做一個 QA 然後 找到正確的 村裡的名稱 所以就是 比方說 我本來以為 識別碼 是 左邊 這張圖這樣 但實際 真實實際的識別碼 就是 你可能會不小心踩到壁 所以它並不是真的 唯一 簡獨特的 一個資料屬性 那接下來 就是會有遇到 一體字跟豆腐字 就是 公開資料裡面的 比方說 這個 十里 它是顯示不出來 這樣子 所以 其實這就 還蠻麻煩的 就是因為 因為資料 它已經動複製了 就怎麼樣都 就不回來 所以 變成要再去找別的資料去做求證 然後 最後 就是有一道資料更新 頻率固定 像 我們在網頁 這個網頁解除它可以看到 有些 比較快就是 更一個月 更長的可能 數年才更新一次 所以就是 我最方就 它是 機器人 就是 就我不管它到底哪 說要更新 就是 半田跑一次 所以它就是 半田去抓 像 那個 政府的網頁 然後 也 同時間去抓 Wikidata的資料 這樣子 然後這時候 我們就開始 進行功能開發 一開始 先前就是在處理資料問題 接下來就做網頁 爬取 就是做不同資料的 來源的整合 就是 剛才有提到 就是 一個是內政部的資料 然後另外一個 Wikidata的資料 整合 然後還有OSM的資料 這樣 然後一開始 我做的方式是這樣 就是 因為我現在手邊 就有一批 處理代碼 跟相證名稱的 清單 就用 相證名稱 當過關接字 然後再去做 Wikidata的查詢 但是就是 Wikidata的結果 可能就有一批 那我就 推測它是 對的 但是有可能是有多比的狀況 就是 相同的理的名字 就變成 還要多一個環節整治 要做的功能 確認這樣子 然後 搜尋策略上 就是 可能有台 大寫台 然後 釋加曲家理 然後還有另外一種 就是 蒙古或是精準的搜尋 然後 以這個例子來講 康林理 所以它可能 是一個簡寫台 再加曲家理 然後再加一個 雙引號 做精準的搜尋 然後 另外一個台 就變成是 大寫台 然後 接下來 可能是 九大寫抗理理 就是第五個 這樣子 但是 這個方案就是 解決方案 會議身心的問題 比如說 我現在手臂有 七千筆的 春林 可是它會逐漸增加 像你到八千人 然後 你再參與五種 關鍵自授 策略組合 這樣的話 一次要查詢3.5萬次 最後很實際上 就是 這個方案不是很好 這樣子 所以後來 就是跟 Denis討論 就是 其實就變成 以Wikidata 資料為主 就是 我們單純就標示 沒有Wikidata ID的處理代碼 然後 我只要 去查詢 Wikidata 有個API Service 我這樣只要查一次 就可以了 就從 日本的 3.5萬次 到 1次 然後 這是 Wikidata 等於法 就是 我們單純就查詢 在中華民國裡面 有那個 村里代碼屬性的 然後 後來 我們就做一個 網頁層 這樣 就是 主要是讓 人很快的 找到 就是 在村里 就政府方才資料的 清單裡面 還沒有Wikidata ID的 村里資料 然後 第一個就是 剛剛提到 2008年台湾有很大的變動 所以 我就做一個 一份的 可以收聽 這樣子 然後另外就是 比方說 我這邊上面有一個 危機數據標籤 就是 也是在確認 就是當 村里代碼跟 Wikidata資料 雖然是透過程式 把它指在一起 但是 還是把Wikidata的一些 就是 描述的欄位 給撈出來 在 比較方便做個確認 然後 另外就是可以搜尋欄位子 對 所以是 正直視界之料 就是 其實我們原本以為 就是兩批資料 那很方便 就連在一起 就解決 但事實上就是 你之前 會需要 剛剛很多的 步驟資料前的處理 然後 後續就像 剛剛 剛剛前一位講解 提到就是 像 地名 它本身會有 嚴格 改變的過程 像 這邊有個新聞就是 那個 官廟男雄女改回 之後地名規洞 其實它 就變成 在Wikidata上 可能會有多筆的 ID 的問題 到最後 到底要採取 ID 做對應 當然目前就是比較 堅強 因為 你那個 最終的 ID的確認是 自公們去做確認 就沒有去 去處理這件事情 當然就是 怎麼樣 從這批公開資料 去找出 像這種 出你變動的問題 讓 自公們可以很快的去做 繼續做修改 這樣子 然後 就是相關的 連結 警報列結 然後網站 另外的程式碼 結果後來 尾翁跟 NIT的License釋出 這樣子 我們謝謝大家 好 謝謝 那不知道 有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關於 新資料 或者是 比對資料的一些 甘古台 還想要再繼續 深入再了解 或者是 對於那些 相關工具的應用 這樣子 因為村里 我自己印象中 他是常常會變動 可能每月都有變動 那我是想問說 他後面政府的 作業程序 是怎麼樣 是地方政府 他自己有人在做統計 他在上報到中央 嗎 還是說 有什麼其他的做法 這邊我這樣不清楚 那 那 村里的整病 是地方自治的項目 所以會是各鄉鎮區 市區 然後 縣市政府去處理 然後 內政部 對應的主管單位 是物證 物證司 那他們的作用 是 收到公文 然後在資訊系統 去建黨 所以我們 在那個 剛剛川頭講到 那個 物證司的 它就是 會收集 最終的那個結果 然後去更新 資訊系統 就會進行 就是 在系統上 進行 村里的刪除 或新增 或者是 就這兩種動作 就 這樣長期碰村里 也是 是這種狀況 不知道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到這邊問一個問題 就是有一些資料是存在 就是 資訊系統還沒建之前 就已經變動了 比如說 它也是那個 文山區 從極美木柵合併 變成 文山區 然後 其實那些 那時候它也是有進行 村里的整定 但這個沒有在資訊系統 因為那時候 資訊系統還沒有 還沒有建起來 那不知道這種情況之下 是怎麼去處理的 其實 因為 就是以一個 資訊系統來講 的話 像 就是兩種做法 一種就是自動化 另一種就是人工 如果說 沒有那個 現場資料可以做整拼的話 那就變得很辛苦 就是 你要人工建黨方式 去手段 建議這些觀念 那 大家有問題嗎 那我下一場是 11點半 所以 我們這場 就到這邊結束了 那 就是到世界版本真的開始 那 就謝謝 單頭的分享 非常好 哦 當然 很難 一點 很好 嘴 外面 你可以